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揭示一个令人担忧的真相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对于水中永久化学物质的漠视 最近,Walter NSW决定关闭位于蓝山区的一个供水水坝 因为在这片世界遗产水源中发现了与癌症相关的全服和多服丸基物质PFAS 尽管当局声称供水符合标准 但根据最新的美国研究,这些永久化学物质根本没有安全水平 政府的反应简直是令人震惊 他们在面对潜在的公共健康危机时,却选择了掩盖和推迟行动 这一切的结果只会让人质疑在当局是否真的在履行其保护公众的责任 随着调查的展开,我们将看到这一切的真相究竟如何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蓝山区这片被誉为世界遗产的庄严土地上 一场水资源危机悄悄酝酿着 这起事件让政府的失职和疏忽暴露无遗 悉尼尘封报的独家报道揭示了 Walter NSW因为在蓝山区的水源中 发现与癌症相关的永久化学物质PFAS 而决定关闭当地的一个供水水坝 这一切不仅仅是水坝的关闭 更是政府对潜在灾难视若无睹的铁证 Walter NSW发言人声称 从KSK的水过滤厂供应给当地社区的水 是安全的符合澳大利亚饮用水标准 然而这样的保证并未平息人们的担忧 数月来当局始终在淡化悉尼水源中PFAS的存在 而最新的美国研究却表明 这些永久化学物质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安全水平 令人失望的是 政府却坚决隐藏在那些已过时的饮用水标准背后 这些标准与美国的发现完全背道而驰 回顾整个事件 悉尼尘封报在6月的报道中揭露了澳大利亚水源 包括悉尼饮用水源的广泛污染 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 悉尼水务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回应我们的报道时 宣称 在我们的饮用水集水区内没有已知的PFAS热点 然而当局却悄悄地委托进行测试 以评估污染的真实程度 结果显示 蓝山区Cascade水过滤场的PFAS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点 迫使Water NSW关闭了Medlo水坝 在我们的报道引发的压力下 政府终于宣布将展开调查 以研究这些致癌的永久化学物质对健康的危险 其中包括 重新审视澳大利亚饮用水标准 这些标准 目前允许自来水中含有致癌的PFAS 调查报告预计将于明年8月发布 这将是一个攸关公共健康的重要时刻 我们一直呼吁澳大利亚应采用美国的严格标准 定期测试所有饮用水源 并将结果公之于众 控制公共健康风险 是新南威尔士州公共健康法的目标之一 然而当否认 行动迟缓和迟来地承认 成为公众知晓的事实时 许多人认为当局未能履行其照顾责任 在我们的广泛调查中 我们询问了州长Chris Mintz 关于悉尼水务公司和Water NSW 表现不佳的问题 他的回应却少得可怜 一位发言人表示 当局出于极度谨慎开始测试PFAS政府 和我们的机构理解社区对PFAS的担忧 我们保持警惕 此外国家监管机构已被要求加快审查进程 Mins州长以他那悠闲的步伐 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后果 鉴于科学研究的最新发现 采用美国标准已成为紧迫的公共健康必要性 这一变革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调整 更是对公众健康承诺的重新见证 水源污染问题不再是隐形的威胁 而是一个需要大规模变革的分水岭时刻 数月的无所作为之后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必须带头行动 不再躲在过去的确定性背后 当水源中潜伏着这种致命的威胁 政府的每一个决定 都攸关成千上万居民的生命安全 逐渐揭开的真相让我们明白 只有透过透明的政策和严格的监管 才能真正保障每一滴饮用水的安全 这场水资源危机 让我们重新审视政府 在公共健康保护上的角色与责任 随着调查的深入和报告的即将发布 公众期待看到的不仅仅是数据 更是实质性的变革 每一个决策者都应该明白 他们的选择将决定无数家庭的未来 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只能希望新南威尔士州 能够迎来一场深刻的转变 真正做到对人民的健康负责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近来 Walter NSW 在蓝山区关闭了一个供水水坝 因为在这个 世界遗产区域的水源中 发现了全服和多服丸基物质 PFAS 这些永久化学物质 与癌症相关 这一举动揭示了当局未能认识到 并证实这一潜在灾难的严重性 PFAS 是一类由碳和浮原子组成的 合成化学物质 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和耐热性 使其广泛应用于工业和消费品中 如防水材料 抗污涂层 电子产品等 然而 这些化学物质 在环境中难以分解 并且具有生物累积性 因此被称谓 永久化学物质 根据Walter NSW发言人的说法 悉尼水务公司已确认 从Cascade水过滤厂 供应给当地社区的水 是安全的 符合澳大利亚饮用水标准 然而 这样的保证 并未能消除公众的疑虑 尤其是当最新的美国研究表明 PFAS在水中的安全水平 实际上可能不存在时 数月来 当局淡化了悉尼水源中 PFAS的存在 在悉尼尘封报 揭露澳大利亚水源 包括悉尼饮用水源 广泛受到污染后 当局才被迫采取行动 悉尼水务公司发言人表示 在悉尼的饮用水集水区内 没有已知的PFAS热点 但当局悄悄委托进行了测试 发现Cascade水过滤厂的 PFAS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点 随后Walter NSW关闭了Metlo水坝 随着这些报道的出现 一项调查被启动 以研究癌症治病的永久化学物质 所带来的风险 包括对现行澳大利亚 饮用水标准的充分性 进行检讨 这些标准 目前允许自来水中 含有某些水平的PFAS 而调查报告 预计将于明年8月发布 为了更好的保护公共健康 有呼声要求 澳大利亚采用美国更为严格的 PFAS标准 并定期测试所有饮用水源 将结果公开 新南威尔士州的公共健康法 一个主要目标是控制公共健康风险 但当否认 行动迟缓和迟来的承认 成为事实时 某些人认为 当局未能履行其照顾责任 在这一背景下 州长Chris Mintz 被要求回答 有关悉尼水务公司 和Water NSW 表现不佳的问题 州长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当局出于极度谨慎 开始测试PFAS 并理解社区对PFAS的担忧 然而 这些回应仍让人感到缺乏紧迫感 鉴于科学研究结果 采用美国标准 已成为一项紧迫的公共健康必要性 这也可能是一个 需要大规模变革的重要时刻 随着公众对PFAS风险的认识增加 当局被要求 停止躲在过去的标准背后 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保护水源和公共健康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Water NSW关闭蓝山区的水坝 是一个必要而明智的举措 彰显了政府对于公共健康的重视 这就像古代的楚国 为了防止水患 修建了长江大体一样 未雨绸缪 保护人民的安全 即使目前的澳大利亚 饮用水标准与美国不同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标准不严格 我们的政府正在采取行动 逐步排查和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这期节目让我们来谈谈 一个非常严肃而又让人 啼笑皆非的话题 水中永久化学物质 简称PFAS 这些小东西看起来不起眼 但和癌症都有不小的关联 故事的舞台设在美丽的蓝山区 你可能会想 这么美的地方 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Water NSW居然悄悄关闭了一个水坝 因为那里的水质被查出含有高浓度的PFAS 这就好比你家后院的草坪上突然冒出来一堆垃圾 还被邻居发现了 想遮也遮不住 这件事揭示了什么呢 原来我们的当局对于这些毒水势而不见 保持着鸵鸟政策 有意思的是 它们还坚称水是符合澳大利亚饮用水标准的 这听起来像是你被告知吃糖果没问题 虽然大家都知道糖吃多了会蛀牙 更搞笑的是 最新的美国研究表明 PFAS根本没有安全水平 那我们的标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让人怀疑我们的标准 是不是从恐龙时代就没改过 悉尼尘风暴 可不吃这一套 它们揭露了悉尼饮用水源已经被广泛污染的事实 这才让当局不得不采取行动 这就像你家的猫偷吃了鱼 你不说它不会自己承认的 Water NSW还悄悄进行了测试 发现阑山区的Cascade水过滤厂的PFAS水平 竟然比其他地方高出不少 结果只能关闭MEDLO水坝 这种情况下政府才宣布进行调查 这拖拖拉拉的步伐实在是让人无语 接着我们看到州长Christmans的应对 简直是拖自觉的经典案例 他的发言人表示政府出于谨慎开始测试 但实际上是不得不测 想象一下你的朋友借了你的车 撞坏了也不说 非要等你发现了才承认 这就是一样的道理 政府和水务当局的悠闲应对 让人感觉他们像在散步 而不是在处理一个紧急的公共健康问题 归根结底 我们的政府需要正式问题 采取美国的标准进行更严格的测试和监测 这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呼吁 更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的必须措施 澳大利亚的饮用水标准需要与时俱进 停止躲在过去的确定性背后 这不仅是我们的健康有保障的基础 更是我们对未来负责的态度 如果政府继续这样拖拖拉拉 恐怕我们的健康只会越来越堪忧 总的来说 这次阑山区水坝事件就像是一次大考验 测试了我们的政府在面对 公共健康问题时的反应速度和责任感 不仅我们需要看到更多透明和负责任的行动 更希望这次教训能让政府和相关机构 真正担起责任 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 毕竟水是生命之源 谁也不想每天喝着毒水吧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